是這樣 我一直在講 老美類似的談話 只要來自現職的軍方 或是退役的軍人 或者受軍火工業支持的智庫 你聽聽就好 都要賣5G 因為他們都是背後有一些 就你很難猜想的動機 那問題是不管是2025 2027 2030 會打 這些話你仔細聽 他們都講這個動武的根源 在臺海 在臺海 那我請教主持人 請教各位來賓 如果臺灣從世界消失 太平洋的西岸沒有臺灣 美中會不會打 如果要打還是照樣打 當然會 日本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小兩岸 就是跨過臺海的小兩岸 有一個跨過太平洋 美國加州跟中國的大兩岸 沒有小兩岸 大兩岸照樣回答 但是聽到這些人的談話 就是說我們的存在 讓他們打架的機會大幅增加 那這個是關鍵 如果這句話是真的 我不曉得大家接受不接受 我是存疑的 我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但是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我們責任很重 就是說我們沒有的話 也許世界上不會進行那麼大的戰亂 如果我們有的話 那你覺得將來打起來 然後將來的教科書 怎麼樣寫給我們未來 全世界各國的小孩子 說第三次世界大戰怎麼開始打了 對不對 第一次是一個太子 對不對 這個薩爾維亞的太子被人家暗殺 難道你要讓全世界人都曉得 這個受傷非常慘動的三次大戰 自從台灣開始 我們能夠承擔這個罵名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莫名其妙的 欲加之罪 那既然我們被他們看成是軍火庫 是導火線 那同樣的機遇 同樣的地理位置 同樣的優勢 我們也可以做煞車皮 那我們為什麼不從可以變成煞車皮 而避免一次非常慘烈的大戰 從這個角度去看 所以我其實建議 二零一四這個二零二四 總統選完以後 未來臺灣的領導人要主動出手 我跟你講臺灣不要做兵推 等到那時候你坦克丟幾個航空母艦成兩艘 等到那樣的兵推的話 臺灣已經滅了 國已經亡了 我們不做那種兵 那種兵推他們要做 讓他們去做 我們要做不止兵推 我們要綜合正推 要綜合綜合推 各種因素都要推 讓這個臺海危機的因素消失 那我們是當事國 我們是受害可能最重的國 我們邀請老美跟老宗 大家一起來如何避免 這個你聽起來會很像 老沈今天又在講夢話了 這覺得很可笑 我跟你講我講的夢話 不是百分之百沒有出現的可能喔 因為你剛才你講的 老宗就講說那我不會打臺灣 你覺得他有沒有考慮過講這一句話 有喔 他考慮以後決定不講 因為他講了以後 喔那個效果太大了 這個勞共算來算去 到底核算不核算喔 他覺得還是不講比較保險 那講了不得了喔 講了影響臺灣的內支部 影響了臺灣下次的選舉 影響老民以後的講法 但是我覺得其實老宗算是聰明 但是有的時候也是蠻笨的 這是可以講的 你講的那個效果是非常大的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